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李军1924年 赵李军中学毕业 在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师 1927年 赵李军参加了广州起义 其失败后逃回家乡 继续教书 1928年任县民团局教练 兼任大族中学军事教练 同年 张锡敏也到族中驻交 创建中共大族地方组织县第一个党支部 赵李军与他取得组织联系 协同张锡敏开辟党的工作 介绍郑散等人入党 在此期间赵李军入党 1930年10月 赵李军参加了同年地区的土桥暴动 失败后潜伏成都 1931年叛离共产党 后奔走南京投靠军统 赵李军此人 一手拿粉笔 一手拿手枪 亦可称武与文云武 1932年 红公辞特训班毕业以后 赵李军一直盘居在上海 并在上海成为一名行动专家 1933年在复兴社特务处任情报官 调查组长 甄纪队长 复兴社特务处组织科中校科员 专门从事一些罪恶构党 杨信佛 1933年初 在经历了918事变和128事变的动荡之后 民权大同盟领导人杨信佛赴华为呼吁全国统一抗日 江戒时对此非常气恼 杨信佛从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 就一旦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 1933年5月节 军统克又给杨信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让他立即退出同盟 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 杨信佛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 对此不予理睬 蒋介石决议除掉杨信佛 6月初军统投资弹立 亲自前往上海指挥杀害杨信佛的行动 具体负责暗杀行动的正是赵立军 参加这次行动的特务共有6人 赵立军在事前宣誓 要做到不成功变成人 如不幸被捕 应急自杀 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 6月18日早上6点多 赵立军亲自带着李阿达 过的城 诗云之等特务前往暗杀 汽车停在压尔陪路 马斯南路转角处 赵立军自己坐在汽车上 李阿达 过的城等4人 分散等候在中原院附近 约80左右 当杨姓佛带着长子杨小佛 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 特务们便走进门前准备动手 当杨姓佛的汽车驶出大门时 特务们持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姓佛当场预派 此外 赵立军还曾二杀史亮彩 俯辟唐少仪 代立山西土皇帝 延西山与蒋介石不合 蒋介石为了控制延西山 下令戴立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 监视控制人员往来 戴立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 渡黄河到晋南转进延安为借口 保举赵立军为第一战区少将专练专员 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 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1941年底 赵立军的督导团 公然用枪支与土匪换鸦片 并且数量有几船之多 被河南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 为孝儒的军队查获扣押 处死了首恶分子 于是 赵立军怀恨在心 四季报复 1942年3月15日 为孝儒来洛阳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会议 他与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赵鼠是朋友 就住在复旦中学校内 但第二天却离奇失踪 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为氏随从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得到河南省府的城堡 急忙召集军统河南战负责人 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时主任 月主远 县令使天内弄着水落石出 活着要找到人 死了要见尸首 月主远经过两天调查 此但告托 凶手竟是赵立军 而赵立军也毫不在乎的承认 蒋介石河南省党部和教育界人士上级游行 要求严惩凶手 这时在重庆的陈果夫 一再上书蒋介石 要求缉拿凶手 以平民愤 蒋介石接到蒋鼎文城报 要求立即将赵立军拘捕 审讯 国民党第一弹区长官部将赵立军移交给了军法执行分间部监押审讯 赵立军在人政务证拒在的情况下无法抵赖 供认了作案意图和经过 并根据中统习工的确凿证据 赵立军为日本兰议社特务 是一个早已投降日后的汉奸 代理文迅 拾口否认赵立军为汉奸 企图保全赵立军的性命 便致电战区长官部 要求提人 交由军统内部处理 蒋鼎文鉴于案情重大 又加之河南地方官员的强烈呼吁 便直接点请蒋介石 要求处决赵立军 蒋介石命令于洛阳将赵立军就地政法 对赵立军的死 带立流了几滴眼泪 他确实有些欣赏赵立军 赵立军死后 带立总感到少了些什么 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州上报告此案时 带立情不自禁流露出爱惜之情 称 赵立军是一位勇于冲锋的同志 是组织中的佼佼者 带立指示军统有关部门 将赵立军的尸体后葬 在成都龙全义军统公墓 以后 带立每经过成都都要去目前平调一番 并指示军统人士和总务部门 对赵立军家属给予后续 以示安慰怀念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汇人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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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